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市攻略,我是林紫棠 這個環節請來安奴跟我們聊聊 安奴,你好 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我們專家意見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或WhatsApp有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都可以準備直播 好,大家可以幫我按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會儘快解答大家 先讓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恆指升86點,最新增加26554點 國企指數升14點,10399點 大市成交暫時267億多 又跟安奴談談大市 市場連跌了幾天後,終於有一點反彈 但都跌了幾天下來 反彈力度可否大一點 下個星期大家有什麼因素需要注意 其實短線方面困擾股價的大因素出來 我覺得未必會有 我覺得都是一個高位整股的格局 可能陪回區間大約在264,000至27,000 600點左右,雜幅陪回 我自己覺得機會會相對地比較大 其實你說今天反彈力度是小的 因為其實你消息昨天上現階段 都說中美,可能我都忘記了 看到第幾輪的高級貿易會談上 起碼落成的 你會說未來大家會關注 就是10月初 一些高級官員的會談 會不會有什麼實際的結果出到來 正如之前所說 你之前今次是說一些比較低級的官員 你不會有什麼重大消息 期望會出到來 但只要有進展可以繼續有得談 市場會視為 當作是一個利好消息 但是你看到 即使未來有新一律的會談 今天的市況都不升得很多 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擔心人民幣貶值的相關因素 過往人民幣貶值 純粹大家害怕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打起來 為了幫助出口業 經常說內地會允許人民幣 略為貶值 但是在與此同時 因為人民幣有貶值預期出現 很多時候會有走資壓力 本身是怕這件事 但問題現階段就是 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聯儲局減息的預期降溫 這方面令到美元走勢相對比較強 這件事來說 人民幣可能仍然持續 都一樣的 因為未必是貿易戰 純粹因為聯儲局的減息部署策略 它會寬鬆貨幣政策的力度 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可能令到美元走勢 導致人民幣同樣的 需要貶值 這個會限制中港兩地股市的整體表現 但是你看上證綜合指數 今天又上升到3000點 A股現今的段落實時都是強的 大家都是繼續衝勁內地 還有一些經濟 有些措施出來幫助經濟 所以未來就是看看 內地是否真的沒有放棄空間 或者會否有大型的財政政策 出來幫助 這個是市場焦點的 例如近期內地又有些扶持基建 相關股份 今天都看到一些股商對他們比較走強一點 所以往後陸續都是看回內地 有些什麼政策出來 當然看看那些政策力度 執行有多強大的 如果你說真的看到 一些規模性大一點 對GDP整體增長表現是有信心的 當然市況還有機會再升上去 但是暫時不會期望有這麼大的政策出來 所以我覺得指數 我想整體而言短線都是一個習幅貨 特別是成交金額方面 可以留意近期來說 又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在發現什麼 又是一個拉鞠的局面 如果你是拉鞠的時間 相對地比較長一些 譬如半個月左右 你留意近期來說 這半年每次拉鞠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之後升穿或者跌破 通常都會有千多二千點的升浪 或者跌浪出來 所以我想現在是一個代變格局 但是我又相信 整體而言不會代變得很久 因為在12份 當中美貿易潭會看到結果 或者有什麼最佈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後市到時就應該會有一個方向 如果是暫時來說 是一個橫行的格局 那個區間在哪裡 都只是這樣說 始終我會看20天線 是短線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我想你再看恒指的圖表走勢上面 我又再看20天線 就是大約在之前8月份 一度反彈到頸部 一個頸線位的整體水平 如果你看到平均移動線上面 20天線我會是作為一個參考支持位 但是你再看近一點來說 守得住的 因為守到這條20天線 也跟別人說的指數 還能站穩在箱底格局頸線位樓上 整個形態不算差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以之前 譬如這個箱底格局 這個底部 這個頸線位升穿了之後 量度升幅 之前走到27,400 其實已經走得差不多 所以這個箱底格局 其實很老實地說 這個意義不是太大 純粹看會不會出現一個 浪高於浪的情況在這裡 如果你是站穩在之前的頸線位 整個形態是OK的 上升形態在這裡 短期上升過也都受得住 我覺得整體的勢頭現階段 不算太過差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會擔心 之前是27,400 這些位置會不會初步見了頂 我自己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人 因為你看看量度跌幅計 由29,000點 跌到上次24,900 這些水平的時候 其實都反彈了0.618 能不能夠再作最一步反彈 再破頂以上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難度在這裡 所以要等市況 真的有些明確的利好消息 我相信才可以扭轉這一方面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從技術走勢上面看 我覺得暫時來說 是一個反彈過後整固的格局 但是後市仍然是不明朗的 這日未上27,000點以上的話 始終小心跌 特別說昨天一枝大陰燭 如果短期來說 都不能夠收穫失地的話 整體已經勢頭也是弱的 好 講完大市 剛才你也提到一些基建鐵路股 大陸希望在這一方面加大投資力度 看回中交建暫時在升半成 暫時對比早上升月有 早上沒有升那麼多 中鐵正升第2% 中鐵建也是升超過2% 如果真的在這個板塊 暫時你也說 不知道投資力度有多大的時候 這一堆的板塊 現在這樣還高不高追好呢 這些位置 雖然說是高追 實際上距離8月份低位 又不是說真的爭很遠 三隻基建股 你說現間距離8月份的低位 可能累積升了一成左右 對比起市況近期來說 從24,900到27,000的位置 很多股份有時候 例如瑞星這樣計算 兩天累積升幅都可以說16、17% 加上今天差不多兩成 你說這些位置追基建股 雖然都是叫高追 但是風險一定是相對比較低 我覺得如果這些市況 你還要入市去搏的話 就是經常說做一些投機性部署 基建股OK的 問題是直搏率會相對比較吸引 問題就是如果你打回原形 你都是輸一成左右 相反地你吃著個勢頭 如果未來大家衝勁這些基建鐵路政策 受惠基建政策出到來 認為來比較穩定 特別說如果未來反而 一定示範一些不明朗金素出現 又不是說真的太過差 說這些基建股其實是有條件發揮 一定的防守性出到來 因為到時候市況一定是找回一些 受惠國策扶持的股份 也都是說未必或真是很受人民幣貶值 這些所謂的股份 其實基建股都有它的優勢 最重要是說股值低殘 現在近期這輪反彈市 看到資金真的特別去追蹤一些 股值低殘的股份 問題是追蹤一些股值低殘的股份 有個好處就是它們可以彈低相對地比較多 甚至此同時就是現交斷很多市況 其實現在資金都是處於做 Hit and Run 的動作 所以股值低殘 就算是說一些基建股升到一成左右 其實這些位置再升多一成 又不是說真的有可能性非常低 所以如果投機勝部署 這些位置順勢追入基建股 我覺得是OK的 至於三隻上面 近期在走勢上面 就有106或者100個勢頭 相對地比較強 但問題是都在說升了一段時間 這些位置如果選擇追落後 我覺得可以反而留意 升幅相對地沒有這麼大的中國中鐵390 這些位置始終追落後是沒錯 但問題是說三隻我覺得分別性 不是說真的太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純粹 三算一 一定選一隻的話 我覺得這一刻我就會選擇390 如果看PE都很低殘 都是只有五、六倍左右 Arno就建議 如果真的想選擇這個板塊 就選擇390中國中鐵 除了說一些基建 即是鐵路股份之外 今天值得留意的就是 南炒、新洲、233 暫時都跌至4% 被主要股東減遲 折讓幅度大約是6%左右 又今次這個減遲 大家需不需要非常之擔心呢 暫時來說 如果他說大約作價是102元 現在股價未去到這些位置 今天最低曾經去過 但都淡了一點上來 會不會穿這個配股價呢 其實最低都是105.1元 其實都說今天未試過跌穿的配售價 甚至現在的跌幅都略為收窄了一點 其實反映了些什麼 我想市場看法又不是極度負面的 你配股基本上一定是 叫做附屬於利淡消息 股東減遲 第一個想起 會不會是股東看探的前景 特別再加上來說 如果說基本因素 前景方面 大家都知道市場的焦點 都是在中美貿易談判身上 新洲始終都是在做出口為主 在這方面來說 受到影響是大的 雖然有些類似瓜田利亞的感覺 現在突然間在中美貿易談判準備 可能進行新一輪的高級官員談判 的支持這些時間 突然間配股 會不會說一些主要股東 驚定先 減遲是有這個可行性在 如果你從這個看法去看 當然是非常之差 跌穿了配售價也不奇怪 但沒有發生這種事 主要你又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 減遲的金額規模 其實不算是小的 減遲三十多億 你說三十多億 也說近期新洲的股價都叫做強勢 在這麼高位置 股值這麼高 30多倍PE的水平的時候 你都是折約5%左右 意味著有人去接 在股東看淡的同事 也有些機構投資者 有些大戶看得相對比較樂觀 這是一件好事 至少不是說看得特別高 而且與此同時你留意新洲的股權結構上面 主要的家族上面 或者高層 即是這兩批減遲的股份持份者 其實他們的持股比例是相對比較高的 所以減遲有時市場又會看 公眾持股比例高一點 你引入多些可能打印的投資者 未必說會是一件壞事 這個也是支持股價 站在配售價樓上 可能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而與此同時 雖然30億是一個多的金額 但問題是新洲那麼大 升了那麼多 你現在看整體的市值上面 說到1500億左右 你講到1500億市值 現在配售30多億股份在上面 不算是一個很誇張的整體金額上面 譬如之前看淡的主要大股東 現階段都是最主要的持股者 所以你講到未必太過淡 某程度上你可以解釋一些傳統說法 就是純粹股東可能減持 令到公司的持股比例上沒有股權那麼集中 這個我們未必會視為是一件很壞的事 所以這宗消息出來之後 我覺得未必會令到市場馬上去 替談判甚至國債 但是始終在說 由於我們又不知道股東 即是配售那些的持股者 是什麼背景等等 暫時這一刻 很難視這宗 視為是一個利好消息 所以我覺得就暫時 我覺得可能你在說 今天跌回4-5%左右 接近配售價合理的 但是短線如果 暫時看消息層面上面 中美貿易都還有個談判勢頭在 未馬上惡化的話 這一刻的確不需要說 看得太過差 但是問題 新州我的戒心比較強 因為始終我都覺得 中美貿易談判 我的看法 我都看得不正面 所以其實這些位置 說投資者 我都不會建議 趁這個消息在這裡的時候 去後繼給納 即是直接穿102元 都不要想著 如果你102元都穿了 當然就更加不會去想 因為問題 你如果說 這麼短時間內 連配售價都失收 都反映著市場上 對它的看法 會看得比較負面 到時候是更加無理由去接的 你說本身有另一個看法 就是說 不過它不穿背售價這些位置 趁它跌了之後就買 是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問題是 你看回體育用品行業 內地近期來說 有很多扶持政策出力 海外市場 你看回Nike Editus 他們的股價表現上面 都是一些比較強勢的 相對地 可能比較弱一點 都是說UA Under Armour 但是問題又不是說 前景非常弱 純粹他們的股價 可能比較高一點 去向下評價 整個用品版塊 都是比較強勢 這對於新州 未來業務 基本發展上面 都是穩定的 但其中問題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 是否可以完全避免 中美貿易戰的風險因素 我覺得未必 相反地 如果真的爆發著 一個全面的貿易戰 到時候新州才開始追跌 我覺得可行性已經比較大 好 除了新州之外 也要回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提問 YouTube上有位朋友問1299 為何沽壓這麼大 友邦 何時可以撈底呢 友邦近期也有大行報告去探討 為何沽壓這麼大 相反地 我覺得是十分正常 我會覺得 反而留意多些 友邦近期主要的 大家關注的負面消息 經常都說 比如說香港的社會運動 現在說友邦很間接性 受到拖累 大家是很擔心 未來香港的新業務價值增長 在第三季 會有一個很顯著的數字 反映出力 可能有機會突然間 增長急速防護 就是受害 可能有很多內地的旅客 不來香港 籌保 對於友邦的新業務價值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這是一個最大的風險因素 如果大家害怕或許 實際上是否這樣 不知道 如果你有信心 覺得不是 還有很多內地人 來香港去買友邦 那些相關的保險產品 如果你有這樣的信心 75元這些位置可以博 但問題我沒有 我覺得始終都是一個大趨勢 另一方面 大家都是擔心 之前都說了 其中一個因素 近期聯儲局最新的議息會議 結果上面 看到減息預期降溫 美元是走卻的 未來來說 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 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潮 這個也是友邦面臨著一個風險因素 所以在這麼多風險因素下 友邦這樣跌下來 我覺得是非常之合情合理 相反地 你要短期來說 上回80元樓上 似乎不容易 甚至看到80元 都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阻力位在 所以在部署策略上面有貨的 偶利嚴售75元 還有一個最後的止設位 相反地有機會接近80元 這些位置 都是盡量建議逢高減資 好的 Fictor可以參考一下 Arnold說的一些止賺止泄位 另外回答一條問題 就是問一些手機設備股 即是信譽 應該止賺沒有 其實升了很多 其實我的120元這些位置 做止賺 我覺得都差不多 其實我本身信譽的看法 都不是說真的極度正面 但是你說消息層面股 好的炒作上面 是比較多的因素 原因都是說最主要的 其實它的升勢 是來自中期業績 但問題是中期業績 80多元這些位置 升了差不多三四成左右 什麼未好因素 我覺得都應該發現了一大部分 甚至你看它的估值市盈率 46倍PE 中期業績沒錯 盈利增長好過市場預期 但都是兩成多左右 未來可否維持著每年 都有兩成多的盈利增長 我覺得是難的 所以它能不能夠長期維持 這個高估值水平 我會有一個疑問在這裡 相反地就是 譬如說今天有些最新消息 就是華為推出一部新的5G手機 但是這部5G手機 在市場上的反應會是怎樣 我有一個很大的保留在這裡 始終說 華為其實我覺得參考過去一兩年 它在市場的確是一個最受歡迎的品牌 但是那個原因 我自己看得出 純粹都是說性價比高 便宜為絕 但是問題是你看到它這次的新手機 問題都是說整個系列 因為這樣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 例如說那些作業系統等等 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會不會還是那麼受市場歡迎 這些都是一些未知之屬 所以近期有些好消息的整個版法 例如見到iPhone 11的出貨量OK 但是假設華為這部5G手機上面 亦都大家見到 未來可能市場真的不是特別受歡迎 之前說一些5G手機的換機超 這個衝擊壞滅的時候 那個版法有機會獲利回逃 所以我想信與光學 我會建議 而不收回120元這些位置做自責 你有信心的 不穿120元 繼續放置要 我沒有什麼意見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如果穿120元 我覺得就應該要考慮自責 或者支持離場 好啊 留意著信譽 繼續走勢 可不可以繼續向上突破呢 另外 回答了一個 就是問388港交所 眼價的 現在怎樣做好呢 指竊 是否有好選擇 還是混貨都可以 其實我不會建議混貨 其實港交所我覺得 整體後市的表現 都是跟大使同步 其實大使現在都處於 一個拉腳的局面 之前說的 含指向在264000至27000點 這些位置拉腳 所以這些位置指洩 可能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但是問題就是 後市不會彈得多得去哪裏 我相信 特別是跟輪交所合併的消息 似乎現在的輪交所 已經接近說 好像力氣不吹等等 港交所就算說 未來提價 我覺得都吸引不到輪交所 所以這宗消息 基本上可以放在一邊 而且你看到股價上面 自從這宗消息公佈出來之後 那些星空一早吐出來 基本上都沒有市場 對這方面來說 有一個期望在 所以我覺得港交所 近期來說 受累大使的整體表現 相對地比較差一點 再加多一個風險因素 就是 百威 其實你看到近期招股的反應 都是一般 會不會還有第二次的撻Q 我會擔心有這個風險因素 這次有機實投資者 固然說 風險相對地沒有那麼大 但是問題就是 招股反應這麼差的情況下 未來還不能夠吸引到 多些大型的新股來香港上市 我想是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港交所整體的看法 都是偏負面 如果有貨的 一定不願意交貨 就延守230元這些位置做止涉 因為市況一大差起上去的話 港交所賺220元甚至200元 我覺得可能性也是有的 很快回答 萬洲和坤林能源 未有貨 多少錢可以買呢 坤林能源 暫時不建議買著 近期升不少 某程度上 只是受惠國際油價會升 但是近期見到 國際油價的升勢 都寸定之餘 開始有獲利回套的情況 我覺得暫時不建議繼續搏 至於萬洲方面 受惠 就好看中美貿易節 如果短市方面 可能是搏短炒的 這些位置 搏它不跌穿7元 這些位置有一定的直搏 但剛才說 我對於中美貿易的談判 不會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建議投機性的考作 就是以7元做止涉位 這些位置搏它不跌穿7元 但如果有機會 在7.5樓上接近7.8這些位置 升到差不多接近1成 我就建議獲利回套 當它到12份 真的開始進行中美貿易談判 現在就要小心一點 好 晚舟也是短炒為主 賣戰之前都盡快走貨 如果入了貨 多謝各位家庭觀眾的提問 都要和安奴申報先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報股份 沒有持有 謝謝安奴 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